我們吃的 不是啊 你知道你不是吃過礦工便當嗎 沒有 沒有 那我覺得我們應該吃一下 所以現在還有礦工便當可以吃 好好的吃一下體驗裡面的菜 是我們才能有更多的了解 好喔 可以 我最想要吃這個了 開始了喔 以前有礦工 真的有吃到這麼好嗎 因為這個有肉有菜有蛋 你怎麼會這樣問 不是啊 因為我知道他們就是可能賺的 其實是有 可是如果說這次礦工便當 也吃太好了吧 好 要講一下礦工便當的由來 你知道我們現在吃的這個地方 以前是礦工的福利社 賣了一些有的沒有的 後來你知道這邊也沒落了 這一家店的老闆 就把這邊打下來去做經營 然後因為他喜歡當年的氛圍 所以他把我們現在吃的這一道 取名叫礦工便當 那其實真正礦工便當應該 菜色不是這個樣子 比較粗糙吧 不能說粗糙 這是家常菜 加上煮什麼就帶什麼 通常就是重油重鹹 就是我們做港仔要吃鹽醋 對啦 再來就是因為很勞累 流很多汗 要補充鹽分 但是這個菜色跟真正 那個年代的礦工便當是不大一樣 因為這個其實我這樣吃起來的話 口味很鹹香 而且其實很清爽 然後我覺得它的技法很厲害 因為我們平常傳統的炸排骨 可能就是只有這個樣子 可是它上面好像淋了一層 它那種特製的肉燥 所以它排骨它的香感 嫩度 整個有被它的肉燥提出來 而且這個肉燥汁 軟好鹹飯 很棒 我們單就一個炸排骨來講 它的排骨就滿分的 油而不膩 好吃 碰碰便當當然是我們感受一下那個氛圍 更重要的是前面這兩道有沒有吃過 米茶有吃過嗎 米茶有啊 德為什麼是長這樣 它這叫米茶炸冰 口感兼具啦 而且米茶炒得香啦 米茶我吃過熱的 剛剛我第一次吃冰的 我們假如吃米茶 基本上就熱水拌一拌吧 我想要喝牛奶 也喜歡加米茶粉 多個香味啊 對... 變成冰之後反而不會那麼的膩耶 有點像我們那種日式麻糬 上面那種炒很香的那種黃豆粉 然後配上黑糖 可是因為它本身的麵茶 已經炒到有香氣 我在想它這個米茶應該不是單純的 所以它本身的麵粉一定有老闆自己一個配方 真的 不要獨厚米茶 旁邊這個 現在應該很多三十歲以下你現在都沒吃過 那我一定沒有吃過啊 但我真的沒錯 不是這一碗是什麼 我不知道 各位你好良心喔 太白粉 太白粉 以前我們路上常常會有那個攤車 水燒開然後嗶這樣過去 米茶炒冰太白粉 三大香 這個你沒吃過了吧 對耶 我沒有想過會這樣吃 黑糖口味 滑嫩有Q勁 帶著黑糖的香氣 我們老實說 家家戶戶戶幾乎都有太白粉 對啊 然後熱水下去 開始 就肯肯以外 加糖加黑糖都好 然後把它攪得整個透明 這樣Q彈彈... 這種感覺 我真的一天到晚 天天在用太白粉的 但是我反而沒有這樣吃過 其實你講到重點 那個年代 這個補充熱量又快又方便 所以有可能 以前的礦工真的有吃也不一定 變成他們的補給品 不管是做在這個 曾經的礦工福利社 還有吃著這一些古早味 然後好好來發想我們 該有些什麼 好 沒有問題 我先吃飽了再想 對 好 我們要到囉 今天老師要帶我們去哪 這可是在金光石 很有名的老礦工 真的啊 所以他已經要90歲了 所以他等於是後期的礦工 在金光石那邊吸裡面去體驗淘金喔 真的啊 假的 只要有10個人以上 他就可以對 看到了 老礦工 你好 爺爺怎麼穿好 夏大哥 夏大哥 笑得這麼年輕 很近 你知道嗎 幾歲啊 幾歲啊 就是啊 每一天都三分 做到外面 你什麼時候開始 那個 開始挖礦 18歲的挖 18歲 做到外面 75年 三四休息 對 我那一歩才幾歲 經過幾歲 金光石的台景 沒落之好 它還是繼續留在這天的山區 還是在這裡 對 我都要去外面打招 包包多久 厲害 做到 你做就只要看你還可以做年糕 是真的假的 做年糕的事情 以前我們老婆 老婆 大陸 那時候就會做 哦 來台灣過年 對啊 過年是要到時候 才會吃這個 好啊 因為我們剛才也去挖礦 百度担保養 來這裡吃年糕 順便洗洗 對 看你的店面 阿鳥有的 夏大哥你這裡都黃金 你這金庫喔 我一顆裡面就是有金 有銀 有銀 金銀都有 對 這什麼... 這什麼 金礦 這都是金喔 金礦 這個呢 裡面都有金 所以你自己敲下來的嗎 對 這樣放在之後帶我們 帶我們 你偷偷拿的喔 塞口袋對不對 抓到了 塞包包 出租車會很... 哇 原來真的黃金是長這樣子喔 跟我想像中不太一樣 我以為是一塊一塊金色的 對 我也以為耶 這次喔 就要翻翻到行鑽這樣 喔 現在再等一下 要開始工作 我這個米要浸3.15分才可以 要泡3個小時 軟掉了耶 軟的? 對啊 有點軟軟的 好費工喔 做年糕了 我又說這個 還蒸的 還滑 好麻煩喔 你找時間啦 都要開始了就要辣了 好 開始了 這個水太多太少都不行 那個看到了很像米漿的東西 你們以前沒有這個茄漿 你們用磨的嗎 都是用磨的喔 對 九磨啊 九磨啊 以前都是用石磨 這要花的啦 是要磨的 只要花一點 只要花一點 只要花一點兩磨再來 現在是在 把水在壓出來嘛 所以我炸乾 炸乾 要炸乾 蕭大哥要幫你騎 我壓比較快吧 我比較重啊 比較快 我過年吃很多 會破掉 其實過天的味道 對喔 你90歲了耶 為什麼要繼續做這個 沒料啊 沒欠錢了 很費工啊 很費工啦 我要說要一天 我可以吃你自己煮好的嗎 他要做一份年糕給我們 他可以光在那邊磨完那個米 然後要把水壓出來 要壓一個小時他都堅持自己壓 我覺得很敬佩 就是你為了做好一件事情 他不會覺得這件事情無聊 然後他就是要很堅持 我自己要做 而且我要做到完美 我要自己來 可能就是因為他們在礦工 待過了這段時期 所以造就了這樣的能力吧 好 終於可以吃飯了 還有這個年糕阿公做的 有耶 因為我以為這就是菜 我沒有發現它在裡面 它有點清炒年糕的味道 我覺得好像是手做的食材 都會特別有膠勁 特別Q 對 我覺得它吃起來比較紮實 對 手工作的不一樣 有米香的味道 然後又清炒 這樣炒起來其實滿健康的 阿公的調味不會弄得太皺 對 對 我很喜歡這種味道 雖然我們現在吃起來 好像就只是可能一盤菜 可是他說那時候 他們是過年才吃對不對 對啊 因為做這個很高感 那我們來吃看看紅麴香腸 好沒看過耶 好想喝喔 我覺得很像是酸酸的 很像泰式香腸 泰式口味的香腸嗎 它口感蠻好吃的耶 很Q耶 很Q的香腸 紅麴都有一種特色的味道 但其實它是很養顏美容的 很健康的食材 肉耶 你看一下 這沒有骨粉喔 而且外面還有薄薄的紅麴 很香耶 跟像怎麼樣 味道超濃的 這就是標準紅麴的味道 一定下重本 對啊 來這邊酒粉 怕怕一定要來這邊吃 都是哪吃得到 這樣子濃郁的紅麴啊 對啊 這些這麼好吃的料理食材 它是有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其實大家都是用親手去做的 我覺得手做這件事情 跟我們的想要做的東西 是可以結合的耶 我覺得也比較溫暖 對... 不管是紅麴或者它的這個年糕 對 都是很實在很真材實料 然後這個紅麴味道 我真的沒吃過這麼濃的耶 對 換個角度來講 我覺得這邊的礦工家族 這樣還保惹一些傳統 自己就懂得 你都自己弄 爸爸媽媽還會傳承下來 就學會這些製作的手擋 欸 我那個便當 我也很想放這個耶 我覺得... 好好吃喔 不然我們做給它吃好了 做其他的菜色 對 這樣MX變換不同口味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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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有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